抱歉,不要在這裏 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來找聚明見聚在這場 這我們選擇是正方便手的一個 而這我們選擇正方方便手的兵器 還是怎樣? 本場比賽的便定中,正方的立場為 啃老更可惡 而廣方的立場為,氣老更可惡 再沒有宣布,比賽正式開始 是由正方的採速觀點 直接被兩座說,維持一座 爸,這邊有不夠錢,也沒有錢 爸,我也會去過打兵了,比一個人在家 以上請請先走位很老,或走位氣老 可惡,簡單一點,真的就是令人討厭的 所以討論這個面積一樣,我們要去 必須以兩個主體為標準出發 第一隻是老人,第二隻是子女 以老人交迫而,也被氣老的老人 可以更主動地改變自己的現況 為何老的老人卻處於一種被動情況 無法改變,也不能為例 隨著時代改變這種陰存環境和工作的 氣老也逐漸變成了普遍現象 所以獨具老人在這社會上也獲得了 任何保障和重視 也有更多圓外的選擇,去選擇養老 一向秉持著以孝道為主的東方國家 也開始引入西方國家的養老 提供於老人的方案,也會是中等 相反的,如果在家裡有的孩子 卻天天還要看著任何孝子 成為射手將軍,回家不到五分鐘 要錢,達到十字口 你若不可以考驗,就跟你慢點找家 快點,還會動手打人 主動權已經不再落在這一個老人 因為要錢了,是孩子 所以馬主動權不止是中壓 因為未來的生活都取決於自己 畢竟無時無刻還得心驚難怪的等待 在這孩子來跟你要錢的時候 我寧可被氣勞至少,或者安可利點 我也會為我自己未來一個人 還可以找到新的生活目標 以子女的角度而言 一個連基本的賺錢養的自己都做不到 我一定要也過著臉皮拿著 八媽狂稱最為可惡 從苦至今西方國家都把氣勞 當成是一個社會問題,或者是子女的原因 因為每個人都屬於一個土地的個體 孩子21歲之後就脫離了婦女的影子 如果考慮到孝順的問題 你做也是一個選擇,不是一個義務 做了就加分,不做也不顯得是一個公分 可是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國家的講究 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 必須履行自己的義務,把自己照顧好 依持住行,至少你配得起自己 可是如果你一個人依持住行 必須依靠著這個老人家 行服一個寄生蟲一樣的橫島族的話 這群人根本談不上什麼的孝順境 老人為什麼每天去眼睜睜的 看這次的孩子 跟自己成為聖書將軍 還要煩惱他未來的明天的時候 說白了,生個叉燒,生他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媽媽,謝謝 謝謝媽媽,大家好 謝謝師傑,你好,跟媽媽,大家好 如果我幫我幫你一下 你氣了孔老跟孔物 那這群人說的,孔老和被孔老的人 讓他們心理啊,隨時都害他們的孩子 向他們考慶什麼之類的 政府就代表了他們有被需要的狀況嗎 你知道嗎 人是一個社會心的狀況嗎 他被需要是一個基本的一種心理需求 而如果我們呢,他們處理他們心理的基本需求 他們非常渴望,會被孩子需要啊 比如說,一個我看父親,一個教授呢 他叫你的老母親呢 他今天會叫他老母親習王 他的學生來後再問他 為什麼你要叫你的母親習王 請略帶他啊 他的教授就跟他學生說 我就是讓他知道他有活著的意 讓他知道他有生存的意 讓他知道他孩子幹嘛 然後他還可以幫我做的東西 他不是沒有用料,他仰大了我 而且我還需要他 這就是他這種父母,他的意義 不然他我做父母到最後他沒有事情這樣 我在洗澡我都懷疑啊 我這個都要平啊 可能擋一下下而已 我一定有擋 可是這樣子 他們就抽到 所以他會讓他們有一點很煩惱 這樣 可是他們在看他們孩子 跟他們自己的東西 等到快樂的同時 他們也會感覺到一時的快樂 不過我貢獻啊 我的一點東西給我孩子 我一直感到快樂 我養大飯吃的孩子 他感到快樂 我有點快樂哦 是不是 好,再下去 對啊 我告訴你啊 我自己的觀點 我可以用一指在什麼 心病啊 什麼的心病啊 我為什麼講 氣勞你肯老跟頭 我講 人哦 在同時步道的時候 不想很多 你想很多 想很多 想到最後 你會有心病啊 什麼相思病 我會談戀愛說 我今天思念開始 有失神教育 我一直在理好不好啊 什麼之類的 但不要理我哦 我剛講話不要理我 想辦法 我心理疾病越來越變重啊 你今天身體上的疾病啊 從我勞動起來了 我還可以治 心病耶 怎樣治 心理醫生啊 你以後我還說不要我 我怕不怕心理疾病 然後不怕心理疾病 然後不怕心理疾病 好,再下去 我可以看故事嗎 可以嗎 是嗎 OK,好 我現在就要這樣 你再講 今天這裡有這樣 我會這樣放進去 兩分鐘的活動 謝謝各位大家好 其實對方剛才一開始告訴我說 啃老母其實可以讓老人感覺自己被需要 可是他沒有做一個直接的比較 到底為什麼 瞬間 氣老就變得比啃老更可惡呢 我幫他比較 而且在提醒你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告訴我們說 其實啃老讓老人覺得自己被需要 可是我想要問大家 是這種需要其實是真的嗎 其實不是如此的 很老看到是錢 老人要是陪伴 你必須瓜分這兩件事情 看清楚 他回到家 他不是跟你今天工作做得如何 你今天有電腦嗎 吃飯了嗎 他一回來要的是五塊錢 所以第一 所謂的被需要 是必須理解 從不一樣的角度 需要的角度 這個老人其實 不被重視很可憐 這個孩子極為可惡 到時候對方就推出第二個 告訴我們說 如果這個老人被氣老 他有可能很可憐 會有心病 可是想試問對吧 其實所謂的憂鬱症也好 心病的話 不虧屬於氣老而已 倘若你今天是肯老族的話 你留你家人在家 你每天要的只是錢 而不是基於陪伴的話 同樣心病也是一樣 外的 除非凌方可以直接消化說 唯有氣老的情況 孤獨的 才會直線上升 要不然就不虧屬於凌方 而雙方都遠隔 而這時候想要告訴大家 根據 according to my mama 是非常權威的一個老人 她今年67歲 她跟我說 我寧可被氣 寧可被氣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她告訴大家 其實坦白說 我媽媽現在的電話 她的同學為了微信群組 都比我還要多 所以你到這裡選擇不要氣老 只是怕所謂的得到心病 心病還有孤獨感 可是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今的老人 一定不像以前時代的老人 他們要的其實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而不會害怕孤獨啊 所以凌方的心病 也許是以前會造成老人的 hose的下坦 可是如今的時代坦白講 其實老人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可是最怕的是什麼 是你這個不當勁的孩子 第一天每天都依賴生活 我還要為你煩惱 就是我幫講的 以子女的角度而已 這個子女都連自己有照顧不好的時候 可惡自己 第二角度就是以老人的角度 我每天都要在家等著你給以前供養你的時候 誒老人也是需要生活的啊 所以看到沒有 因為老人的角度 他已經失去主動性的歡樂 從兩個神秘都講的話 啃老更可惡 因為氣老現今的老人 有更多的辦法 謝謝 謝謝陳方 接下來有訪方進行訪問 謝謝 好 剛才這個朋友說到呢 可被氣老的老人 現在有很多那些 伏地要設備幫助他們 我就想 我就納得了 啃老是一個現在 但已經進行來還被就發生情況 而氣老是很多年以前就有的情況了 口腦 進行來被發現 很多人會說 你要鑽一個孩子啊 什麼之類的 氣老 這麼多人會發現 這麼多機 這麼多福利啊 設備啊 設備啊 被建造了 為什麼 氣老情況依然發生 而口腦 雖然在迅速跟打 但是他們的方法 得到廣方的運用了 對吧 好 看一下接下來 對方沒有感覺啊 我氣老 你這樣是沒有吃飯 為什麼氣老更嚴重啊 好想要廢 擺上是要危險啊 是不是 我們今天呢 會說很老啊 怎樣怎樣 讓父母就是 會感到不好啊 勞路啊 工作啊 什麼啊 我要做很多 才可以養我孩子 什麼之類的 可是在那個同時 他也可以得很講 嗯 我給你一塊錢 你今天有沒有陪我 如果將來你會陪我 我給你一塊錢 好不好 今天呢 我給你一塊錢 那其實我們就有這樣 合適的相處這樣嗎 通過我們當年喔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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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過紅養孩子 現在孩子長大了 他現在要哭啦 但我有點養自己的 他的一點責任性對不對 我看到他跟全面的人 對不對 OK 哭啦 小孩 就是講他孩子 工作人在那邊去工作 那工作什麼意思呢 是工作勞動去做要錢咩 那我現在要改賺錢 我給他一點勞動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 獨立人啊什麼之類的 以後我想 我現在有他 這個 來 氣老的話 今天 他不要你我了 這樣很孤單的啊 然後咦 我就像有家業 以前是摸奪啊 所以我一看 古靈靈在那邊 我從氣老跟同 那得想想啊 你今天把我大半輩子的心血 交到一個孩子 然後那個孩子 講不要你 是不要你喔 你不會心塞 你不會 你不會 然後現在他就講 我們有受教學 我們有自己的生活啊 孩子要嗎 我們可以自己去拿 回歸自己的生活 欸 你已經習慣了你孩子 你慢了 你三個樓梯 你三個樓梯 看一看 扶手挖你小孩子 小時候講他樓梯 三個樓梯 是孩子天氣 可以 然後悲哀的 OK 謝謝桃梯 今天是公便團結 雙方非常會有2分鐘 現在這桃梯 是過期的 雙方 這個孩子 竟然用坦判性的方法 來拿到錢 你覺得這老人還活著 有助你阿婆來快樂嗎 那晚點 這老人 然後坦判性的話 是怎樣講 我跟你講 今天你幫我做一點點小小的家 我今天就給你多一點錢 不算孩子 坦判性的話 是跟妳拿錢 所以不管家伙 都看到雙 兩者都是有避害之處 因為那氣老半 那氣老的老人 或者是瀟灑一個環節 自己有什麼選 這樣想要出問題了吧 如果被氣老的老人 讓人氣老快要錢 我可以到處做我自己想的東西 比起被肯老 我沒有錢也沒有錢 而這更可悲 可能老的人 他會應該孩子去做工專程 可是他根本想要去學 啊 然後現在孩子要需要 他會想一步我去做工 我會不會我兒子 常常可以繼續跟我 可以我兒子瀟灑 然後我覺得可以 就孩子有錢 我也有錢 但氣老的話 你就是 可能他會 就是可能想著人家 在什麼人的公司 什麼事啊 什麼錢 然後你自己自己去 什麼 我自己教過人啊 我還知道去可以 要幫助我 不要給我回家啊 所以的 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氣老 你要考慮一下這些事情 那可能要想很好 OK等一下 一個疑惑很老的人 不是就代表說 他沒有做工作在家 依賴服務的這一群人嗎 請交代交往 對 這樣子的話 父母就會因為他 有去做工 我現在要教他之後 他去做工啊 然後父母去做工 然後他就給他 他進去 欸我還是行動耶 我是那種 很慌惑啊 鬼動啊 什麼就那種 這樣坦白講這個老人 還挺可憐的 你就翻過他好不好 你就讓他自己去有自己 讓這個老人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東西 你去打拼 你去言辭嗎 那都問題想問你 被棄勞的老人 都是因為這些年輕人 有夢想去試驗打拼 卻承拼打拼 比起這些肯老族每天 大概在裡面做事 以年輕人的角度 不是棄勞有自信的這些年輕人更好嗎 那我們如果今天說 你現在兩個覺得肯老的笑 你會越難又掉 基於這個編題的比較之下 坦白講如果你有上進行 不孝順當然是最好 可是比較之下的話 我覺得棄勞 你放下老人 你至少去承拼打拼 賺錢 甚至讓自己履行自我義務的人 這些人 我們也覺得這樣可惡 那如果今天我們在老人的角度 這東西我們打給孩子看 你打給孩子看 你看孩子的角度 我待會記得 我可以告訴你 不要在別人的角度想 對不對 那別人的角度 家長他會看到什麼 他會想要孩子 這樣會受一點點嗎 好啦我們就來談 家人的角度 老人的角度 我問你老人的角度 希望你每天你回來 其實很老掉的只是錢 所以我問你 你看到每天他打孩子 打一個家裡 打電動 聖獸將軍 你看到你覺得開心嗎 為什麼我不可以有一點點開心呢 如果今天我給他東西 他比較快 我會比較快 雖然講我現在有點生氣 可是我還是會有點心 因為你講我還可以養我孩子 那請問你怎麼給我呢 今天氣老的時候 什麼氣老中嗎 那些你有沒有考慮過他們之前 悲傷的可能 就是說你只會講 現在的老幾口 就是什麼 然後氣老什麼好處 什麼生活好啊 什麼之類的 你如果想過 完全完全被拋棄啊 不過 而且孩子或是老家 你本身失去的東西更大 好啦我理解啦 你的老人的滿足度就在於 只要你有出現在家裡就好了 可是很老的情況 確實是如此嘛 很老是如果你不給錢 他甚至會跟你把眼吵架 因為他眼裡看到只是錢 你必須理清 很老看的是錢 他看的不是老人家 所以這個首先我要必須嫌額 再來第二個問題的是 如果這個很老 他每天待在家裡 這個老人 他為什麼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反而沒有錢 沒有錢的時候 這老人不是更可悲嗎 那這種沒有錢又沒有錢的生活咧 他其實是可以去賺錢嗎 我剛才講過很多次啊 他說因為孩子 會因為他自己去賺錢 然後賺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賺來比較快 我給你二十塊八十塊 我自己留給你講 我今天賺來三十塊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老人 活到最後其實他很美 我們每一個人大頻道 結果六十歲末 我們就是要退出生活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孩子 孩子還要因為 你要因為那個孩子 而再繼續工作的時候 這不就是甚至 產生了一個惡性情緒嗎 這老人幾歲才可以 為什麼可以到宿舍 不這樣不可以 為什麼不這樣不可以 那這樣有價值 你知道嗎 他可以活到有價值 好啦 這樣的話 他可不可以為了自己 參加他的老朋友 一起去打麻將 找一下自己的生活價值呢 如果今天你被棄了 你去產業 可以的話 原本會不會 好 謝謝 所以講到底 我覺得這個老人 其實要過的開心點 也就是我們的核心 其實棄老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這種可怕 因為這一個時代 已經賦予這些老人很多 更多的選擇都福利 你可以化學去推修 等等的 是嗎 感謝雙方變手 接下來是總結城市完結 謝謝你 趕快開始總結 現在要來做日子 謝謝日子 好 那他不要剛才過 我們討論很多 我想告訴大家 所有人 有些確是 啃老 是最主要的 是在家人 到什麼 你啃老 啃老青年 他們有什麼特性 他們從小去被家人 關出來 怎樣關出來 他們在家裡 所有人都走開 讓人就會被 披露 所有的家人 對他們手機受要求 你我家要吃 吃那個基本 你我不要吃那個菜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可以的 然後什麼東西 都是發來的 頭一大餐 怎樣喝的話 可不可以以後多朋友 知道怎樣 所以是家人去 主要去培養他們 那我們講 氣老吧 氣老以後可能是 家人培養 但是比較少 主要我只要哭 不要這個孩子 我就哭著兩個孩子 不要哭著那個孩子 那可能以後長大 這個孩子就會想想 媽媽小時候都不要 不要不要厲害 那不行啊 大家一會想 那鬼有我孩子 也不要有的嗎 管事一下我們 這個意思 可不可以老是氣老 氣老呢 他在想到 他跪了 我要改過 當然 他想 以後我會怎樣 口腦 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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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腦更加嚴重 更加嚴重 更加嚴重 是不是更加 更加恐怖呢 好 再來 不然 這個不要講嚴重 我做一個更加有 比較貼的東西 一個人講話 他被口腦後再被氣了 他會想 哎呦 早早 我當時不要把我孩子 我早早不要趕緊 不要離我 我還得去 我現在想念我孩子 怎麼辦啊 我現在給他一點錢 手上的錢就有點多啊 怎麼辦啊 如果我一個人 他被氣了 我後面哭的話 我現在覺得 哇我又要給你錢 你快點 我都不太可恥 快點 我會吃點工錢 所以有事情做 所以有事情做了耶 我給你錢 那給錢 對你錢 所以呢 其實我還是弄得了 氣老 被吭老 跟吭老 對不對 氣老 看一看老人 他如果抵老 他會被氣老 他會再講講講 當年我們導人進行 才會 氣老 跟吭老 謝謝 阿剛剛現在講的 這個方便 兩個最終的 谢谢大家 其实到最后对方告诉大家说 其实很老的一个问题会属于父母 所以父母应该要负责任到底 可是其实我可以跟你说 你就救助吧 就让你父母好不好 你就不要再连累他们好不好 假设像你说的是因为密爱而导致的 到最后你父母不可以放送一锅吗 让这孩子真正去长大吗 去依偏吗 这就是那一个时候 这就是那一个时机 我告诉你说 子女就像你说的 就是那边密爱产生的 他们这个连自己责任都履行不到的时候 你现在还坑倒 超级可恶的好不好 你就让他去这个社会去学学 这时候又何乐不为人 这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甚至到第二 对方讨论的前后次序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你被弃老过 你变成坑倒的机率太小 为什么 第一就是你这老年 已经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第二你已经习惯于 这个孩子的生活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一个老人 他不可能会跳回去之前来学活 让他知道 至少我们的孩子已经有长进了 从以前的很老 现在他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是到底自己的目标 我们为何会不是更好的 所以可恶心放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今天的遍体讨论是哪一群的 是这一群不孝子 所以讲到底 不可能给予你一个真正的陪伴 哪怕是陪伴 他还是虚假的陪伴的时候 跟你说你没有这样害怕去气劳 你就选择放弃自己好不好 你就老人就说够了 你不要再老险了 我建议一下学生好不好 也许这个选择对你的孩子 对你本身也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为什么 因为现今社会 讲不讲的一些50 世纪到50年代 甚至恶战时期 也许气劳是很可怕的 因为可以读过街头 没有选择 可是现今社会 已经基于这一群公居 劳务 更多的办案 更多的政策 甚至更多的努力 我想要在这里告诉大家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读乎了这么多书 出来社会打拼了40多余年 到了60岁的时候 我们赚的钱 还不是为了共享我们的蜿蜒 有更好的退休安逸的生活吗 不是跟别人一起看一看星星 聊聊天吗 可是这时候 你一拿到KWSP牌子就出现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 而且很可恶 我跟你说 其实没有像KWSP的 你去跟你自己的老爸 去活一活活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因为你奋斗了60年 最后40年属于你自己 谢谢 现在正好双方 现在请我们的主委 可以算推荐做学生数量 对视频 很好看 我做了 对视频 接受很久 就要做了 这么对视频 我看什么 我们要做了 很喜欢 哦 我可以从我的时刻 我去反对视频 你我一直在做 就要做什么 我不要wohl 然后把他们告诉我,被狠不可怕,或是弃了不可怕,因为弃了之后,父母可以自由奔向。 然后把他们告诉我,啃了,不可怕,啃了之后,因为被狠肯,我会开心,因为我有钱。 哇,好神奇哦,这个世界的父母,他们有钱了吗?没有穷人的,没有这个悲哀的。 或许是你们身在着父与自己啊,想说这个有本事,不需要有可能的,或许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的经济之下就很奇怪。 你们讲东西,好像不否得我理解的现实。 被欺狼的父亲来说,我出去外婆,你是一个人带着欺狼吗? 如果太有钱了,还能欺狼吗?我不太懂。 因为你们也没有欺狼,我不太懂。 然后被啃的时候,所有人被啃的父母都是这样,不好意思,离在这个墙上。 然后钱就不会傻,然后,都会那么犯,为什么没有很多人? 他们说,我发生了几天,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气了? 我不懂这样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可是把这个世界的老人,你们看也好。 所以这种事情,不怪你,你现在你是一个孩子,你根本就把那个, 这可能可以打成大人孩子嘛。 你太多加我们的钱嘛。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办法? 你事实上呢,这个可以形成逻辑的事情来说。 逻辑是说,为了钱,就是不足利,那是整体不足利。 如果具体的行动可以用,就是说,刚才我费的行动不够了。 然后,你当初有零一项多了,然后,你不能这样,你现在进行吗? 走,我可以学的,明白吗? 有把,但是你把这些问题,具体的空间, 你没有把这些问题,把这些空间担好出来, 怪你他一定是一个问题, 你自己在上把这些时候,我不会打你, 你自己的问题啊,不是这样,就会有一点打不过。 对不对? 他们自己在五年后,十年后,给大家看这种状态。 就这个世界啦 你就要把广告打广告 就这个张牌 但是我觉得 你打广告 好几年才会引起吧 你竟然竟然说 大佛在输你世界 我参加那里输了嘛 所以他比较真的 就紧紧 因为你的这个广告 就拉个大佛就广告了 又要锁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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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因为广告了 然后我们开门 所以一边开门 后面如果很闪的话 就会太爽了 就会很爽 所以可以玩 那是罗姓阿姓的 修徒发飞 也设计无法 所以大家可以跟他们上 我感觉现在不是一样成全都要尽量 就是他感觉都在 可能是style 可能是style 系 就是 感觉到也没办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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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OK啦我是一個接受 很大的提示 就是你講到我肯定 反駁就反駁就可以 但是至少比賽而言 我不覺得正好沒有反駁反駁 雖然就是有力量玩 但是至少我覺得在一個體型上 在普通的水柔拉 可能是總統有進行你的選事 就是很好再加上到節奠的時候 去想要為什麼會要可能 你不要把他趕成一等一把的小孩 他留在你身邊 就是不是為了欺貌 他是為了欺錢 所以竟然看到了不是父母 不是阿姨是姐姐姐姐姐姐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其實他有平衡回答的指標 可是反駁的話 我就太覺得正好有對反方的 啊對不起 我不太覺得反方有對正好人 已經做太明顯的東西 因為反方比較多的時候在做的事情 第一就是 比如快點讓你再呈現自己的東西 呈現自己的東西是好的 有這個表現率 但是要注意啊 其實你有很多的東西 是很發生的 是很像被一個人推出來 可是你一丟到一場 就是那你要丟嘴一點 就是丟嘴一點的 丟動力一點 所以他在自由變的時候 你上出來那些很揮我上官的東西 但是沒有不好意思 你就會說 不 貝殼兩邊有錢 怎麼辦 這不是只有這樣子 OK好 但這個東西可以推清楚一點 就是大概把它打出來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 或者是讓你後來講的 其實氣老這件事 可能老這件事情 還就是很像是啞出來的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太講 可是他就太撒開碎了 然後而且他就不會太 對這老師太明顯的攻擊 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這幾個東西也是很隨便的小事件 就是在我現在講的下 我可以判給正方主 就是以為他的東西呈現得比較清晰 而且沒有他不是很被傷害 而對於反方講的東西 因為你後來就整整整講的時候 他也有一定會很顯然呈現的論文 因為你自己直接講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正方有解釋到 或者是有管道 你對於很老是這個東西的語氣的解讀 所以有啥到反方的說法 所以我們的書書都給正方 就這樣簡單的 對 他說這個語言其實很簡單 由於經歷正方的東西 我被反方攻擊 那反方平之氣到 因為你全場在說 啃好有多多瘦 不是沒有告訴我 氣到有多難 氣到有多什麼 什麼叫做心病難 可是男生沒決定 想好了啊 我今天被討好一次有心病啊 就就就就這樣 但他的那些什麼 就是個人責任啊 blahblah什麼的 你說你都沒有反 那其實 你要講別的表現就像是在一本正經的主書嗎 但這不是 不是完全的 你怎麼會對你媽講一下 就是你那麼堅持 狂底這樣 你進到對面的懷孕 然後說我們都會淘汰有點 那你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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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花錢買玩具 可是你說玩具 你這個玩具 你知道會消息很猛 然後你玩具要是炸彈 那你會想到誰 然後學生炸彈 這個應該是你擔憂 這個東西出來 而是讓你擔憂 啊不想 你又要不想 你又要不想 有種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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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因為你的下方 就是沒有用 Fab過的到嗎 然後每公司 然後你有 常常在提到說 你自己擔憂的東西 就是大家都有 然後你的氣老 你擔憂 就這樣先受你自己 你擔憂 那像各方的信 你有一種西方式的 那種觀念 你穿過的 但我覺得你有點像 膽子的動畫 你需要各國的 主要的聽來說 我華告訴你 就是 就是 我明白這是紅台賽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到次 再來個新觀念的話 我就是要不要用眼睛 這樣 來 再比什麼人眼睛 接下來請讓我為大家 揭曉賽果 現在我再公布分數表 第一張分數表 正方得分65分 廣方得分46分 第二張分數表 正方得分68分 廣方得分65分 第三張分數表 正方得分67分 廣方得分65分 正方分數表 正方分數分為200分 廣方分數分為176分 恭喜正方選手 林德仁獲勝 接著 我再宣布 雙方變成為 正方個人積分 正方總得分為66.67分 而廣方選手得分為58.67分 最後 我也再宣布 雙方變成為期兩天中的 初賽個人總積分 正方總積分為68.5分 而廣方總積分為56.5分 現在請雙方變成為 大概cot到 約9分 至少 足場 很熱 谢谢观看